南投草屯镇有一名雕形大汗 意外掉落一公尺深的大水沟 坐过车抵达时 发现男子的头部还有双脚都受了伤 偏偏皱圆空间狭扫之外 水沟的水流也不小 而男子体型幼壮硕 也赶紧增派人车走圆 男子倒在水沟里意识不清 一旁疑似家属的女子跳下水沟 安抚男子情绪 因为他的头部有了撕裂伤 更怕水流害命 几名消防员到场固定好美式梯绳索 想尽办法救人 因为水沟狭小但男子体型壮硕 这任务挑战多 落水意外发生在四号傍晚五点多 南投草屯镇这名男子 意外掉落一公尺深的大水沟 救护车抵达时发现水沟水流也不小 最后架设美式梯使用担架 慢慢拉上地面送一急救 消防员救人过程发现男子头部有约8到10公分撕裂伤 双脚也有受伤 目前在医院观察是否脑震荡 至于怎么会落水还有带离清 解针如成 南投采访报导